好幾名便衣警察將這名黑衣男子上號逮捕 但他的身份竟然是南港分局員警 警方抓到自己員 好好蕩蕩到男子住家搜索 這名員警因為在工作崗位上 經常打瞌睡 甚至公文也沒有交 造成同仁困擾 被懷疑是不是有吸毒 督察組會同派出所長期跟監 果然在他的家中查到微禁物 十三號下午五點多 南港分局警方到新北市永和員警住處 他的室友爺曾吸毒被逮 進到屋內搜索時 王姓袁警還在呼呼大睡 當場被查獲有 安非他命殘渣及毒品吸取器 袁警坦承吸毒 當場被上銬 也被禁兩大過免值 太主不適任的袁警 從原來就辦 來淨化我們警察的陣容 那本分局這個本案的部分 叫後續將配合檢察官的指揮 來從原來就辦 三十五歲的王姓袁警 畢業後先在信義分局 五分埔派出所服務 接著調派侦察隊 因為六年條款 又調到大安分局 沒想到因為狀況不好 被懷疑吸毒還造跟煎 他四個月前 勤調南港警備隊 沒想到人被逮 而他還是僅二代 父親是三線一行退休警官 卻因為吸毒 結束警察生涯 另外除了警戒 台北監獄也出包 每次要會面都得經過檢查 但台北監獄七名受刑人疑似利用包裹夾帶八支智慧型手機 由於他們擔任雜役負責處理文書資料 加上包裹要符合條件才會清查 沒有每件抽查 凸顯監獄包裹管理問題 警局長強調正在進行後續調查 而七名收容人也將一規定懲處 但三番兩次被發現包裹有違禁物 也被質疑台北監獄螺絲是不是鬆了 TVBS 林志偉 陳妍 蘇佩宇 台北桃園 採訪報導